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大家看得出来啊 我是徐志尚 就大家看得出来啊 我这个长相就很符合这个行业的要求了 就是无论台下的观众在干什么 只要我上台 大家都会忍不住地看我今天 他们说这个好笑啊这个 进入这个行业之后 我确实经历了很多 我以为我永远不会经历的事情 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 我去参加了一个直播带货活动 我当时自己背着书包就去了 负责接待的人也很热情 正在那儿跟我聊天 聊到最后问我说 咱们的艺人什么时候大 而且关键导演在分配产品的跟我说 说志胜啊 你今天负责的产品就是卖面膜 当时我都懵了 我说导演啊 就我这个长相 你让我卖面和卖膜都行 这就炸了 我天 但卖面膜会不会太冒险了呀 而且确实当我拿着面膜 出现在直播间的时候 看直播的观众也很激动 就在那里疯狂地发弹幕 但我发现没有一条弹幕在讨论产品 全都是问号 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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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特别不解释 只不解释我就问导演 我说导演啊 你到底想通过我这张脸 来表现这个面膜的什么作用 副作用吗 刘老师都笑成这样了 还不拍吗 真的 我有时候看着自己的长相 我就在那儿想 我说这个长相 还有什么能失去的呢 直到我开始脱发 哇 要熟灯了啊 要熟灯了 真的 就随着发际线越来越高 脸还越来越长 我就感觉我的脸在给头发抢地盘 就跟大家说句实话 以前这些部分都不是脸 就这个头发掉的牙齿真给我长脸 对不起啊 就因为这个长相和这个发型 就很难让人相信 我是一个95年生的人 真的 你们的反应刺痛了我 我今年刚刚研究生毕业 但是我发现我这个长相 却总让人感觉我过得很悲惨 就前一段时间 我去我们楼下便利店买牙刷 我正在那儿挑了 突然老板凑过来说 这个最便宜 这个最便宜 没有机会了 自生自能 最高兴的最何光 真的 我当时都蒙了 我就心想 我说这是什么意思 结果他以为我还在纠结 说真的没有比这个再便宜了 这个长相可能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 就是真的会有人来安慰我 经常会有朋友看着看着我 说紫胜没事 没事 你自己啊想开点 就经常安慰着我手足无措 因为没有人安慰我的时候 我也不自卑 但大家一安慰我 我就感觉不自卑是我的问题 是我没有意识到自己长相的严重性 但我就认为啊 人的长相肯定都是平等的 只是长得不同而已 但是你会发现 有些人就喜欢对别人的长相指指点点 经常我就认为啊 谁也没资格评价别人的长相 因为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绝对的美 也不存在绝对的丑 但上次说到这里 一个朋友打断我说 你这个话说的有点绝对啊 太猛了 所以我就特别喜欢脱口秀 因为脱口秀的观众看到我这个长相 就是很开心的笑 有一次我去演出 上台之后一句话没说 全场报销了五分钟 就在那五分钟里 我就明白了什么叫 天生我才必有用 但我想着这毕竟是个语言艺术呀 我就给大家说 大家能不能静下来听听我的内容 但你听说我的天 口音也这么好像 我们就在这里向大家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许志胜 就我没有容貌焦虑 太坏了 我头发都这样了 我都不焦虑 你说痘痘你们焦虑什么 但是刚才彭博老师说 他是色弱嘛 其实我是红绿色盲 我也是在知道 彭博老师是色弱之后 我才知道原来我们色盲 分为红绿色盲 蓝绿色盲之外 还分为好看的色盲 和不好看的色盲 但是我也确实 因为得了色盲之后 得到了一些 对我长相的肯定 因为每一次 我看那个色卡的时候 医生都在那 你好好看 我说这好看就忘了 我还好好看 我也是得了色盲之后 我才发现 原来大家对一个病人的态度 竟然可以是好奇 大于同情 就我是在高中确诊了色盲 就我确诊色盲之后 我的同学就直接 以我为中心 把我围成了一个圈 我当时站在圈中间 看着大家那种 期待的眼神 我就感觉自己是一个 色盲表演艺术家 而且这个时候 还有同学出来 我说紫上来 你看那是什么颜色 你看这是什么颜色 那种感觉就是 哦 你是色盲呀 那我非得给你点颜色瞧瞧 关系我那边看不到颜色 他们还在那里鼓励 我说紫上 没事 你再仔细看看 我当时都懵了 我说怎么仔细看看 就是我色盲 是因为我太粗心了 是吗 而且大家要知道 色盲这是一种病 而且这种病治不好 这是一种绝症啊 绝症 绝症 但这个病 真的没有人同情你 还会有人嘲笑你的口音 那而且色盲 作为高中生物的 一个重要知识点 就我的同学 后来看我的眼神中 开始充满了 对知识的渴望 就他们开始不光关心我 他们开始关心我爸妈 说至少 你是色盲 那你爸妈呢 我说不是啊 那他们的基因型 是大A小A啊 他们生理的概率 是四分之一啊 而且色盲这个病 对我可能生活 造成最大的一个影响 就是我过马路的时候 是分不清红绿灯的 我第一次过马路 看到红绿灯 我还特别奇怪 我还去问过我们老师 我说老师啊 为什么红绿灯 这么重要的东西 要用两种 这么不容易区分的颜色 那老师都懵了说 因为这个就是 人类最容易区分的颜色 而且我妈知道 当我说红绿色盲绿灯 就一直过说 你过马路的时候啊 一定要别人过的时候 你再过 但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 我总有自己过的时候吧 每次这个时候 我都要在那里等 等一个人来 而且这个时候如果刚好是红灯的话 非常合理 我就在那里等红灯 但如果是绿灯的话 他会发现我也不走 但一旦他从我身边经过 我就会立马跟上去 就这么跟了四五个单身女性之后了 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女生啊 一旦发现我跟上去之后 就会开始不自觉地加快自己的脚步 但是她们加快脚步 在我眼中意味着 绿灯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她们超高应该是第一了 后来我就开始很认真的总结 红绿灯的规律 后来真的让我总结出来 就在我眼中绿灯亮 红灯没那么亮 我就靠这个来过马路 但是很多朋友会特别奇怪 说志胜啊 那你黄灯怎么办 我说黄灯我本来就认识呀 我就发现我这种色盲 是属于生理性的色盲 就看不清红绿灯 但是现在在这个社会上 有很多精神性色盲 因为她们过马路的时候 也不看红绿灯 她们只看身边有几个人 只要超过三个 红灯唯一的作用 就是为了烘托一种喜庆的气氛 真的有一次 我给你大妈在那闯红灯 我说大妈 大妈 这不是红灯吗 哎呀小伙子 你走着走着就绿了 往下这里一下大家 哎呀小伙子 哎呀好 大家好 我是徐志胜 确实这个节目效果 确实是很多演员 靠努力无法达到的 等一下就变了 就变了 对啊 阿波路啊 确实节目播出最后 收到了一些好评啊 全是夸我丑的 真的我说我研究生刚毕业 大家也不信 还有人给我发微博私信 说你给我看看 你的学信网截图 确实刚刚研究生不一样 我就发现在社会里 和在学校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你在学校里 你会发现身边的人 都特别有梦想 你感觉每一个人 都活在梦里 我一个同学啊 他的梦想就是去美国留学 然后从大一就开始努力 每天非常努力地倒时差 他就认为他和去美国之间 就差十二个小时 我另一个同学 他的梦想就是去拉萨 我俩刚认识的时候 他就一脸庄重地看着我 他说智圣 你知道吗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去拉萨 我站在旁边 看着他庄重的样子 我都感觉他是文成公主 而且他也不努力 我导师他同学都过来劝了 说你得努力啊 你实在不行去楼底上练练 高原反应什么的 但他不是喜欢宣扬他的梦想 经常跟我说 我说智圣你知道吗 我说哥们我知道 你有一个梦想是去拉萨 现在我都有一个梦想 就是送你去拉萨 现在你去拉萨的火车票 我都替你看好了 来回七百五 你要从大一一天存一块钱 你现在从拉萨回来两趟了 当然了 我也根本不想送他去拉萨 我说让小鹏披五送你去吧 他有百变空间 开累了还能躺下休息 读读书什么的 他说读书我懂啊 智圣我接你第一眼 我就说智圣啊 你就得多读书啊 但是你会发现 进入社会就不一样了 进入社会真的很难 找工作就很难 你在学校里 还会能经常听到别人安慰你 说啊呀 智圣没事 你们年轻人的机会是无限的 但是当你出来找工作 你就会发现 年轻人的机会确实是无限的 但是年轻人也是无限的 而且根据求极限原理 无限比无限很有可能等于零呀 听不懂这个梗的 真的很难有无限的机会呀 找工作人员挺难的 而且招聘要求上一个个还在那写着 要求什么五官端正 普通话标准 可是这个针对性是不是有点太强了呀 去年呢我还是找了一份实习工作 是在一个教育机构里当初中物理老师 然后我遇到这个领导特别喜欢劝别人喝酒 我第一次跟他喝酒 我就说我说领导我不会喝酒啊 真不会 领导说真不会啊 我说真不会 真不会 来来来来 我教你 来你看 这个是酒 这个是嘴 喝酒啊 唯一的难点就是把嘴张开 就这种领导教你的 有很多东西是领导是不教你的 但他认为你知道 有一次我跟我的三个领导坐电梯去吃饭 大家可能知道啊 在电梯里有一项潜规则是 谁的地位越低 谁就应该按这个电梯按键 但我当时就认为是谁离得近谁按 所以说我和我的领导从12楼到9楼吃饭 电梯门打开还是12楼 可是我的三个领导开始同时把目光看向了我 我在那儿就以为是他们想让我缓解一下这个尴尬 有个领导说 我说领导啊 这个按电梯啊 就是这个是手 这个是按键 按电梯唯一的难点是 你要用手给这个按键一个压墙 但是当你为了环境尴尬讲了一个梗 当你发现整个电梯里回荡的却只有你自己笑声的时候 而且这个小领导真的是很生气 他出去之后开始给我传递一些特别错误的价值 我说只剩啊 只剩 你都进入社会了 你应该学会先当狗再当人啊 真的这一句话就整个的颠覆了我对进化论的认识 就因为这句话对我的冲击太大了 我紧接着问了领导一句 我说领导啊 那你现在是人是狗 我要在这里给大家 看下了 看下了 大家先别笑 先别笑 现在已经网上已经开始有人说我了 说徐志诚脱口秀没什么实力 全靠脸 真的 听到这些质疑我才意识到原来我还是个脱口秀花瓶 真的 我现在听到这些质疑的那种心情就跟那些爱豆是一模一样的 就我现在特别想跟你说你知道我有多努力吗 我就感觉就为了让我们双方我和爱豆都摆脱这种质疑就应该换一下 让那些爱豆来参加脱口秀大会 我去创造营当练习生 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 就是我在线下的时候 很多演员介绍我的时候会说我是脱口秀陆涵 这个就是开玩笑 这个就是开玩笑为了喜剧效果 但是有很多观众他就当真了 就会有很多误会 有一次我在这个湖南 湖南那个卫斯大楼 湖南 我在这个湖南卫斯大楼 一个观众就认出我了 他就在那里喊说 陆涵 陆涵 当时所有人都在那里开始找陆涵 我心里就只有一个想法 我说这可千万喊的别是我呀 结果就是我 他过来说 说陆涵你给我签个名吧 你给我拍个照吧 真的你在看旁边的看我的表情都蒙了 说这不会就是陆涵素颜的样子吧 好 好 还是得靠掌相 接下来给大家聊一聊 就是我这个掌相 可能靠不太住的一个领域 就是恋爱领域 真的我在谈恋爱这个地方 这个掌相就不怎么占优势了 虽然我一直在想着 靠幽默来弥补 但我发现还是不够 因为有一次 我跟一个女生聊天 聊得特别开心 她笑得都不行了 但是她看着我 突然冷静了下来 说志胜啊 你要长得帅点该多好啊 我在高中 确实很认真地追过一个女生 我当时为了给她表白 我还特意写了一首长头诗 但她根本就没有发现 我这个巧妙的设计 她就没敢往那想 真的我的朋友 之后还给我总结表白 失败的 我朋友还给我总结经验 说志胜啊 该长头的不是丝 我还会耍一些 真的我为了追她 我还经常耍一些小心机 有一次我跟她 给她去买东西去外边 然后回来上楼之后 我就发现外边下雨了 我就想着 我要给她营造一种 我冒雨去给她买东西的感人场景 但我又不想下去淋雨 我就去水管那儿 开始往自己身上浇水 然后当丝碌碌的我 出现在面前把东西递给她 我这时候一句话没说 扭头就走 留给她一个潇洒的背影 但没想到这个背影 不光潇洒还很干燥 就是我前面都湿透了 后边一滴水都没有 这个姑娘都懵了 说你这是怎么做到的 你是跑太快了 后边的雨没追上你是吧 而且你在高中追女孩 那些女孩还会带着 他们的闺蜜来看你 当时我就在那个课间 给同学呆上闹着玩了 然后我就看到 她带着几个姑娘 出现在了我们教室门口 我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 就看见她 在那里用手指了指我 然后就传来了一阵爆笑声 当时我感觉还挺甜 她在笑 我在闹 虽然追女生确实很难 但我发现我的女生缘特别好 就是因为女生也很难遇到一个 像我这样的男生 就是能给她很多快乐 但又不用担心自己会陷入 爱情的陷阱 但是我也发现了一个规律 就是这些女生 跟我出现的时候 一般都是结伴出现 就她们确实很喜欢和我相处 但是又不怎么喜欢和我单独相处 所以我现在的心态 我也发现了一些变化 我就看到一些好看的男生 在那谈恋爱 但是又给不了那个女孩快乐的声 我就在那想 我说她谈恋爱也没有什么实力 就是靠脸 她就是一个恋爱的花瓶 我麻烦谢谢大家 我的蜘蛇照 谢谢大家 帅 确实啊 确实 节目播出之后 很多人讨论我的时候 都用到了一个词 叫掌向优势 但是我发现大家 虽然认可我这个掌向优势 但还是很微妙的 对我这个掌向 因为有一个微博网友 还给我发私信 说志胜啊 我特别羡慕你的天赋 却害怕长成你的模样 我发现这个掌向优势 也太容易失去了 前一段时间 节目播出之后 我去拍了一组艺术照 我就发现 我这个妻子 确实给人家的工作 造成了很多困难 我就在那等着化妆的时候 我就发现 这个化妆师 就站在我身后 端详镜子里的我 她过了好一会儿 我才听到 从后边传来了一声 很轻很轻地说 没事 我当时都不知道 这个没事 是在安慰我 还是在鼓励他 而且这个拍艺术照 他总是希望 我能摆一些 很帅气的知识 但是我发现 我对耍帅人 这件事情的记忆 还停留在青春期 所以他过来说 徐老师 摆一个帅气的知识 我能想到的就是 我说嗯 听到直接把摄影师 弄梦了 摄影师说 徐老师 你这个知识 有点old school啊 08年奥运会之后 我就没这么见你摆过了 那他为了让我更好地 找到感觉了 他就去网上 找了一张陈伟婷的照片 陈伟婷 陈伟婷 他就说 他跟我说 说自身 你就照这个来 但是我发现 当我摆出来 这个知识之后 大概就是 我说 摄影师在那边拍边说 哎呀 不知道为什么 总感觉哪里不对 总感觉 我说你不知道 哪里不对吗 这人不对啊 而且啊 他为了让我找到自信 他就开始 在疯狂地鼓励我 在鼓励里边 加入一点 他对我的一种小要求 他就在那 说哎呀 徐老师 特别好 特别好 把眼睛再睁大一点 说哎呀 摔死了 摔死了 再睁大一点 最后他发现 真的确实 我睁得很尽力 但效果确实也不尽如人意 他最后没办法说 徐老师啊 咱们这组照片 试一试 把眼睛闭起来的效果 等这个照片拍完之后了 等照片拍完之后 我就发现 他就想让我们几个演员 发照片宣传一下嘛 但是拿到照片之后 我就发现 我的照片和其他一个演员 还是有区别的 就是我的照片 是唯一没有这个照相馆水印的 特别开心的一点啊 就是这个长相优势啊 今年开始在我的感情领域里 开始发挥作用了 今年确实谈恋爱了 太厉害了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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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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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我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会让我的朋友这么震惊 就所有的朋友听到我谈恋爱 说 志胜 你真有女朋友了 真的 真的有这么纯粹的爱情吗 还有同学们更过分 跟我说说 志胜 为什么你的感情才刚刚开始 我就觉得有点感人了 但是我发现 在一篇震惊声中 只有广致 表现出了一副受到鼓舞的样子 过来过去说 志胜 我觉得我也行 我和我女朋友认识啊 是朋友介绍的 当时我朋友介绍的时候 确实还是有一点顾虑的 还特意给他说了一声 说 我这个朋友啊 长相有些普通 你准备一下 但是我俩在一起之后 我还真的问过他 我真的问过他 我说 你当时 到底相中我什么了 他说 其实 我那天心情特别不好 但看到你之后 立马开心了去了 真的 但是我问这个问题啊 不是因为我不自信 是因为我妈不自信 我妈知道我谈恋爱的 第一反应就给我说 说 你可给人家说 咱家可没钱 而且现在节目不出嘛 我女朋友还担心 说 志胜啊 咱俩现在谈恋爱 会不会影响你的粉丝呀 我说 你认为我的粉丝 喜欢我是想和我谈恋爱吗 他们是整个娱乐圈 最纯粹的粉丝 他们和你一样 也只是喜欢快乐罢了 我马上讲这里 大家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志胜 我是志胜 准备好接受暴力丑学的幽默了吗 以前啊 大家都说 我靠长相能够自己写段子 就是说老天爷赏饭吃 我现在发现 谁都来想来尝一口 这怎么老天爷赏我的 还是个大锅饭吗 哎呀 接下来就聊一聊 谈恋爱的事情吧 他给他不出包子 我和我女朋友认识 是朋友介绍相亲认识的 说实话 我的相亲经验还挺丰富的 倒不是我去乡了很多次金 而是我的朋友 相亲都喜欢带着我 他们还给我解释这么说 就希望女生看到志胜之后 就产生一个想法 就是除了她 谁都行 但有时候也很冒险 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去相亲 他俩可能之前没有见过 那个女孩见到我俩之后 迟疑了好久 问了句说 是谁 然后朋友赶紧在那举手 说是我是我 那个女孩才长输了一口气 真的 我也很难想象 我能通过相亲找到女朋友 因为如果说 相亲是爱情的盲盒 那我就是里边的隐藏款 就谁抽到我 都想赶紧把我隐藏起来 所以我跟我女朋友 在一起之后 我就发现 就没有人夸我们般配 全是说我女朋友善良 就他们看到我女朋友就说 这一定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但是看到和我在一起 就感觉 她又和低级趣味藕断丝连 真的 我女朋友有时候跟我在一块都恍惚 你知道吗 她跟我说 有一次跟我说 说你知道吗 其实我是一个天秤座 找男朋友是最看颜值的 但我却找了你 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 我说这就说明星座确实不准 她说不是 这说明你可能是帅的 我当时我说 这真的是爱情令人盲目呀 她在那给我解释 说你可能不是那种普通的帅 你是长得有点草帅 但确实像我这种草帅锅 也特别难得 就像经典有机 Air纯牛奶 原生纯粹 天生珍贵 是真正的隐藏款 我是第一次谈恋爱 所以她是我的初恋 但是我就发现 26岁谈恋爱 真的不是一个最好的年纪 就有很多事 我就接受不了 比如说有一次 我的女朋友突然喊了 我一声喊了一声宝贝 哇 我当时整个人都 我说这么谈恋爱 这么刺激吗 我当时就感觉 有一瞬间 我感觉我自己是个古董 我是个宝贝 然后就是 你也很难给他们 表示一些浪漫 有一次她跟朋友 在一起吃饭 我就想着浪漫一下 我就给她买一束花 想着去送给她 但是我发现 当我捧着花 出现她面前的时候 她朋友直接问了我一句 说她男朋友 是真的来不了了吗 而且我女朋友 我女朋友条件还特别好 她是四国留学 然后要好几处房产 真的就成哥听到之后 都感觉 说这事 你这个女朋友 是不是在报纸上找到的呀 旁边是不是还写着四个字 叫成腰最序 她特别奇怪 我女朋友条件这么好 但她跟我在一块 就特别没有安全感 你知道吗 我说 我都疯了 我说女朋友 你再仔细看看我 真的就是 应该是我 才应该没有安全感 我都怀疑 你是在骗我 真的我跟你在一起 第二天我就下载了一个 国家反诈中心APP 真的真的特别难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 我就发现这个 我靠自己的长相 既找到了自己 属于自己的脱口又视野 也找到了爱情 很多人就说 自称你这个长相 是一种五彩八斓的黑 但是她又忘了 我还是一个色马 所以说 大家以后见到我 就只需要 黑黑黑 笑就行了 谢谢大家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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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厉害厉害 我们来看一下 第四名的票数 这位公布之后呢 前三名就出现了 让我们来看一下本年度脱口秀大会第四名的名字 其实我还是很看好周期末的 然后广志应该可以拼一拼 除了周期末不可能 我们庞博 我们仨可能都有可能是第四名 大家都演完的时候 就知道肯定期末会晋级 所以我们剩下的人 其实是在争夺两个名字 感觉是挺有希望的 我知道我的结果应该不会差 不会太差 但是能不能进前三 不好说 应该是我的 应该是我的 啊 what 啊 啊 啊 在所有人惊叹的声音中 啊 许志胜 酷色 来到舞台中央 平静出众的延迟独特的口音 还有跟广志的友情走到了总决赛 我已经听到了很多观众和包括演员 包括这边包括我自己的费姐 但是还是要恭喜徐志胜 获得年度第四名 真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好的结果 我从进入半球赛之后 我就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的能力在这个舞台上我已经看到了上线 真的我现在每走一步都是有一种得不配位的感觉 真的真的 十字明天 完全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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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我知道因为我特别感恩就是我之所以没有说我之前想过退赛 因为我知道比我优秀的人有很多在里边有太多了 就因为我其实刚接触的行业刚全职做也没多久 我希望更多有才华的人在这个舞台上 这个舞台对每个投赛员都是重要的 但是我之所以一直坚持 就是因为我发现观众是真的喜欢我 对观众是真的喜欢我 所以说我真正痛苦就痛苦在这里 就是我希望能给观众呈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展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但我发现我还是需要时间 需要去历练 需要去体验生活 接下来我可能会更认真的更仔细更专心的做脱口游 会让更多喜欢我的观众看到更好的我 然后我感觉就特别开心吧 真的特别开心 我也不知道说啥 反正我就想先感谢一下吧 我来到这个脱口大会 真的是特别感谢所有的幕后制作人员 就是我的旋馆 化妆师真的他们很辛苦 所有的幕后的工作人员 所有的导演组 他们真的都非常辛苦 就是所以说我 我们很幸运是能够说站在这个台上被大家看见了 但真的我们的被看见背后 有太多没有被看见的人 他们一直在默默地为我们发光发展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最后的滚屏 大家一定要仔细看好不好 上面有他们的名字 真的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辛苦 感谢他们 感谢他们 真的 哎呀这个今年确实第一次参加脱口大会 起得有点高了 起得高了 浪漫了 浪漫了 这个体练有点高了 所以说现在很焦虑 下一年可怎么办呀 留给我积木的空间可是不多了呀 真的 最后就祝贺三位吧 三位 他们三个真的是我 也是我想象中 理想中的 关亚季军的争夺者 真的 希望他们努力吧 谢谢 谢谢志盛 明年再见 爱 笨小孩 不得心多 哎呀 帮我倒了 多么寂寞 志盛 他在舞台上 其实最大的武器就是那个真诚 就是他在舞台上 是把自己完全交给观众 我是怎么想的 我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上所有事情的 他完全的不保留 其实 广志流泪了吗 可能是不是就是打了个哈欠呀 如果让他流泪的话 那真的可能就是 还会有点遗憾吧 还有点感觉 可能替我遗憾吧 但我确实是真的没有遗憾 而他能进去 我也真的是替他开心 真的 让大家看得出来 我这个长相 就很符合这个行业的要求了 但我发现 没有一条弹幕在讨论产品 全都是问号 而且他要要知道啊 射盲这是一种病 而且这种病治不好 这是一种绝症啊 绝症 说这不会就是陆寒素颜的样子吧 好 好吧 留在那里 向大家 向大家 向大家